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号金花白马拉针获得2046票 三号金花康珠获得2110票 因此上期最受观众喜爱的金花就是三号金花康珠 欢迎继续关注本期寻找金花 千百年来 一手手筷子人口的美妙情歌流传四方传唱古今 情歌中的美丽故乡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为之想往和迷恋的地方 情歌故乡中的金花是如何的美丽 情歌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寻找金花派出四支搜索分队 分赶四川 云南 新疆 广西 去寻找情歌故乡里的美丽金花 这支站就是康蒂琴歌的故乡 四川康瑞 这首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歌曾经被作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十首歌曲之一 被美国的宇宙飞船带到太空播放 它代表着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最美的一路盛宴 带着对情歌互相的向往 我们来到四川甘孜州康定县 康定是一个以藏族人口为主的地区 从这里起源的一首情歌能被世界传唱 这背后一定有显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在情歌互相寻找金花 也是在寻找这些故事的答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寻找金花 我是金花使者阿源 大家看我现在骑在马上 是不是感觉英姿撒爽很悲风呢 那这首康定情歌 也许你已经耳熟能详了 但是呢 可能你没有来到过康定 所以还不能完全感受和凌略的 康定的美 那我们这期寻找金花呢 将在跑马山下 情歌的故乡 为大家寻找美丽的姑娘 在寻找过程当中 我们还将一起去了解 康定情歌背后的故事 那根据现报呢 我们的一号计划 责任康珠就在后面的亚拉乡 正在采风 那我们一起去找他 当地给我们推荐的一号金花 名字叫做责任康珠 据说人不但长得漂亮 而且擅长写情歌 这可是一位才女型的金花哦 现在她正在乡下采风 想听听她写的情歌吗 马上就要见到这位传说中的才女了 情歌中有一句歌词 张家大姐 人才溜溜的好哟 不知道这位金花 人才如何 是在乡下采风 观众 刚才走到湖通口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听到传来歌声呢 现在呢 距离歌声越来越近了 相信是从这边传出来的 一起进来看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你好,你好,你好,责任康珠,对不对? 对对对,我知道了,你们是广西电视台请找金花栏目的吗? 没错,看来你已经知道我们来干什么,对不对? 我们就是来找你的观众朋友,现在我就向你介绍,这就是我们一号金花,责任康珠 我们的一号金花康珠,目前正在为康定县的音乐风光片《康定琴歌》写几首歌 为了寻找灵感,康珠特意来到这个琴歌的发源地采风 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采风?很偏远哦 是啊,那您知道康定琴歌呢? 我当然知道,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主题就是康定琴歌 那您刚好找对了,这个地方就是康定琴歌的发源地 这里就是康定琴歌的发源地 那她的这个词曲作者一定就生活在这里了,对不对? 那不是,不是,不对 因为康定琴歌是在当地的这一首溜溜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溜溜调呢,就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民间的小调 你这么说可能不太直观,能不能这个哼唱两句,我们大家就明白了 是这样的 我旁边做这位王村长呢,他就是唱溜溜调的高手 要不然我们请他帮你唱两句,怎么样 哦,可以吗,王村长? 可以,可以 哎,好 他妈溜溜的谁哼 说是祈祷溜溜的哼 他短短溜溜的这才是康定溜溜的这哼 他短溜溜的哼 他故事一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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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定琴歌正是从这首溜溜调改变而来 而溜溜调正是起源于雅拉乡 在雅拉乡有一座美丽的牧座 这里正是《康定琴歌》最初的故乡 生活在如此美丽的地方 人的心中怎能够充满善良、珍视的情感呢 这里的藏族同胞淳朴善良、信奉佛教 用一座行善积德的事 康主带我们见识了这笔藏民正在丧生的场面 一朵溜溜的云药 短短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真有 月亮万万 康定溜溜溜的真有 按照藏民的信仰 鱼是他们的菩萨 他们平时不仅不会吃鱼 而且还经常买鱼来放生 今天是藏力十五 放生一条鱼 就相当于平时放生一千条鱼 这几位藏民特意买来了四万多块钱的鱼来放生 还醒来了喇叭为他们念经 唐筋也是一位幸福佛家的女孩 在他的心目中 家乡的一草一木 风土人情 金教信仰 都是他创作的源泉 为了纪念他心目中最崇拜的六世达赖佛府 汤珠曾经创作了一首《马吉阿玛》 这是他写的最投入的一首歌 《马吉阿玛》在藏语翻译过来就是未嫁交流的意思 也就是纯情纯洁的没有出嫁的姑娘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活佛是我们藏区很著名的一个专门写情诗的这么一个 他写了大量的情诗 《马吉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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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情歌故乡的康珠自然接受着这里 所以